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杨子、陈毅新剧长相思莲花楼定档 盛世美颜引爆刷剧狂潮 暑期刷剧乐不停 最近杨子、陈毅又有新剧定档啦 不知不觉 他们之前合作的陈香如谢已经开播一周年了 许多小伙伴还在坑中未出来 不怕不怕 快来新剧中看看他们的盛世美颜吧 由杨子、谭剑四、张婉毅、邓卫等主演的《长相思》 定档7月24日 是一部古代仙侠剧 剧中除了上演谈情说爱 一女对三男的恋爱情节 还展现了女主的家国大义 热血上进 当然也有权谋天下 妥妥的一部女性心智成长剧 命运坎坷的女主 虽在成长的路上磕磕绊绊 但不论外部环境怎样 她都是个心中有大爱 有小爱 有知己的人 故事中描述了上古三国之间的斗争和爱情故事 主要围绕着女主文小六高新王姬九窑展开 女主刘离至乡野小镇 过上了平静而温馨的生活 然而 命运使得她与青秋公子涂山井相遇 并逐渐产生了感情 与此同时 她与九头腰相柳成为知己 彼此患难与共 表哥枪玄为了寻找小妖 经历了一系列波折 最终找到了她 然而 在统一天下的目标面前 枪玄决定舍弃个人情感 致力于治理国家 小妖帮助枪玄完成了大业后 与图山井一起隐溢江湖 这个故事中既有爱情 又有权谋 展现了主人公们为了各自的信念和责任 而不断努力奋斗的精神 同时 也表达了枪玄对小妖幸福的期盼和承诺 二 诚意莲花楼 由诚意 曾顺兮 肖顺瑶等主演的莲花楼 定档于7月23日 这是一部悬疑 武侠剧 这部剧没有情情爱爱 讲述的是江湖侠义 兄弟情 三男主的探案小队 共同侦破江湖鬼案 有反转 有搞笑 有烧脑 一时大单元鬼案 开局中杀人 超刺激 客栈半夜歌声 四歌飞歌 像跪哭 像狼嚎 恐怖惊悚感拉满 喜欢鬼案题材的小伙伴可以冲 每个建筑对应一个奇案案发地点 每起案件都十分诡异 暗含玄机 单元案件相互串联 真相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具体结果如何 等待他们一步步探索 剧中诚意的人设很惊艳 男主饰演的李香 以前伴生活的相当精彩 中途被人陷害重创后 没有按照常规那样去复仇 也没有去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而是内心成佛 超脱于尘世 他改名李莲花 度自己 也度他人 上面两部新剧 一部是大女主 一部是大男主 他们都有各自的精彩 喜欢他们同框的伙伴们 还可以来刷陈香如谢 目前优酷已经把这部剧的 限免延长至7月27日了 3. 杨子诚意陈香如谢 不知不觉 这部剧已经上映一年 这期间 不论中刷多少次 都觉得很上头 杨子和诚意的共情力太强了 他们间那种纯粹的爱 让多少人羡慕 剧中服装造型都很好看 男女主很搭 杨子演的真的是灵动 前妻快活自在的炎旦 是多少人羡慕的生活 情不知所己 一往而深 后期双向奔赴的爱情 打动人心 诚意饰演的应冤前妻 被天条拘束着 过着循规蹈矩无趣的生活 后期她是放开了 演技就爆发了 后面的剧情和演技大赏 让人久久没法平静 喜欢看爱情剧的 就看长相思 喜欢看悬疑破案的 就看莲花楼 喜欢沉香夫妇的 就刷沉香如谢 可她俩言的 就三部都看 这安排妥妥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